这时门口来了一辆车 车上几个穿着华丽的人 阿灿还以为是小女孩来了 连忙跑过去找小女孩 结果是来吃饭的 阿灿说中午这个点已经打烊了 妇人并没有听进去 之外阿灿叫什么名字 父亲是不是李再勋 平常生活怎么样 阿灿都如实地回答了 此时小女孩因为体重和出去时不一样 被严厉的母亲训化 这时妈妈出来看到这群人 脸色有点不好 叫他们去屋里说 已经快晚上了 女孩还没出现 阿灿看着巧克力 满脑都是女孩的样子 眼睛一直盯着远方 女孩依然没出现